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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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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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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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起頭這邊開始選擇先爆一匹狗囉 目前兩邊還在不斷的在刷工蟲喔 放下第一次起頭這邊可能還 大概準備的是要做一個防守一方 同時可以把自己的經濟給攀起來 毒暴蟲變 古真健壯 發掘翼化蟲比較少 自己就先壓上去 沒想到後面還有持續補上翼化蟲 兩邊的狗術都好了 天龍爆出了第一批的翼化蟲 古真這邊 結果掩護我們看到的起頭史 已經開始在刷二本的科技了 衣化蟲還在不停的刷 喔 這邊能不能截到 能不能截到 很有機會可以截到 我們看到衣化蟲來 還沒有推出的意思 這個好像可以截得到 不過王蟲有看到 王蟲的視野底下 剛好看到的這幾個毒暴 哇 後續又在變六顆毒暴蟲 不過這個裸 赤裸裸的毒暴蟲 變在這邊感覺不是一個太好的選擇 這邊已經開始做一個交換 哇 衝到前線的翼化蟲通通沒了 這邊還有跟第一次站住了 起頭史這個完全就是守住 還有第二步的衝陣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開始在散 換得還不錯 只有一顆 一顆毒暴蟲換到起頭兩顆 不過後續還有 再炸 我們看到古增這幾次換下來 其實效果不髒阿 起頭史的二本 對 二本已經是好了喔 防守術這一波 其實就是 對於起頭史來講 就是完全一個大優了 守住 我已經有科技了 那我不論是想要走飛檔 還是想要走蟑螂 完全就是 輕鬆自在 我守這邊則是回頭 補下 把自己的瓦斯場 二三四瓦 通通給補起來 打算開始 採瓦追科技了 不過為11萬 這邊起頭選擇放下的是螺旋塔 等下飛躺出來 各種肆無忌憚 整張地圖都是你的家 掩護 這邊想要開下自己的山礦嗎 好看起來不太對 應該是不小心跟部隊 編在一起 所以這隻一化蟲 這隻工蟲才會跟得出來 好看 由於現在 古增的正面位置是沒有 沒有像剛剛那麼大 他也沒有要主動推出來 一波情況下 其實 剛剛我們看到 奇特斯大膽的在刷了一批農出來 而且瓦斯也有慢慢在存 其實家裡藉由 幾顆毒暴蟲 地刺 後蟲就可以很好守了 剩餘的瓦斯通常可以存起來 第一波按 可以按出 超越十隻以上的一個飛躺 兩顆換兩顆 十一隻飛躺正在孵化 哇 等飛躺出來 獨手這邊會相當難過 我們看到 四散的 王蟲 外面賺一賺至少可以賺個 六百塊以上 甚至還可以把這三礦給 逼退 地面防禦對於奇特斯來講 應該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現在 這情況下 哇 好了 這邊 壓制不下來 古增也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奇特斯 在波山的對戰組合裡面 率先拿下第一分 多謝 也好 特別是 在波山的對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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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次帶給大家一個非常鴨子性的一個戰術取向 齊多再次選擇了一個曼狗開 而巫獸則是裸霜 放下瓦斯場 這一場目前看起來是一樣的一個流程 兩邊選擇都直接新開場要瓦斯了 這張地圖其實建築學也不太好做 不像那個密林師弟那張地圖 密林師弟的地圖距離惡礦是比較近的 重開延伸會比較快到達惡礦口 所以建築學好做的情況下 在那張地圖 重築內戰大部分會選擇的都是一個無瓦開 藉由建築學就可以很容易的去達到一個防守效益 接下來其實密林師弟的 惡礦口其實建築學不太好做 也因為他距離惡礦其實有稍微有那麼一點距離 從他要在第二輪才能可以達到 口也比較大選擇的 所以我們看到雙方選擇就是一個 先提狗術的一個打法 兩隻翼花蟲 對比到四隻翼花蟲 果斷落跑 提了狗術之後我們看到 烏索還是一樣選擇是一個 三隻工蟲的柴瓦 放下毒爆蟲巢 3隻工蟲的路 3隻工蟲的路 一隻工蟲的路 3隻工蟲的路 要理好 作為進攻方的WUSO 看來這邊等下打的話是需要會更大喔 會不會覺得說自己上一場的毒爆不夠多 我們這場再多一點 兩倍的毒爆 開始聽到爆狗了 那 Cheetos則是跟上一場一樣 作為一個防守方也直接放下來 跟地址作為保底 毒爆蟲也在變 可以在等蟲才慢慢延伸出去之後 可以慢慢再做一點建築雪 把這些小口 把這種小口給堵起來喔 雙方在監視塔的範圍之內 已經開始做一波交換 明顯Cheetos的硬化蟲鋼比較多 不過後續古鎮有一次全力爆狗 所以這邊數量再次追上來 反超Cheetos 哇 又是赤裸裸 哇 每次都要這樣赤裸裸的 在對手面前把這些毒爆變起來 哇 兩顆毒爆這個炸到的話 取消 通通取消 我們晚一點再變 哇 那這樣已經把第一波 第一波 最關鍵的第一波 推進黃金時間給往後延了喔 這無意對於古鎮來講 是一個不太好的消息喔 毒爆蟲往上蹭 這邊已經有第一次毒爆蟲後蟲作為防守了 哇 後續再變 噴嚇 這邊再扎下第二根的地刺 毒爆蟲抓掉了大量的一化蟲 不過後面還有更大量的毒爆蟲 這邊古鎮有沒有要散 最好散一下 突然這邊會被消耗掉很多的毒爆蟲 直接往裡面撤 我們看到Cheetos果斷地散開自己的工蟲散得相當相當漂亮 不過補真的 毒爆蟲還是很多 擊殺七隻工蟲 後續還在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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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一樣喔 在第一波大量的毒爆蟲 衝震沒有取得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消耗之後 其實後續古鎮還想要再衝就非常非常困難喔 好 稍微散一下毒爆蟲 搭配第一次 其實我們看到Cheetos守得相當相當輕鬆 喔 古鎮持續忙喔 忙到對方的飛湯塔都放下去了 還在忙 一直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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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拉一下自己的工蟲 一起來做防守 後面這邊還有毒爆蟲在邊 毒爆蟲繼續邊 現在我們看到Cheetos這邊緊急在產後蟲齁 沒有後蟲對於防守來講 還是會比較困難一點 再做一波的蟲刺 這一次Cheetos毒暴蟲就打到一個相當大的效益了 要不要考慮散一下自己的工蟲呢 Cheetos 古真這邊的翼華蟲來勢洶洶 奧礦直接被洗 哇 如果剛剛古真的第一波 剛剛第一波最大的毒暴蟲 可以洗到像現在這樣這個程度 那其實古真就可以把自己的優勢給打出來 現在藉由這個大量的 毒狗 不斷進攻的壓力喔 烏手也放下自己的三礦 而其多則是由於這個壓力真是給的太巨大了 只是不敢按下 只是不敢按下自己的飛躺 再蹭進去 哇 這個真的要考慮做一個建築學啊 沒有做建築學其實 毒暴蟲 毒暴蟲 硬化蟲在做進攻的時候 就很多條路可以慢慢跑喔 把建築學做起來喔 讓進攻方的進攻路線 進攻口縮小 好 現在古真一有錢就是爆狗 一有錢持續爆狗 不斷的給壓力不斷的給壓力 到目前為止來看 這個用意是有達到它的效果存在 嘖 哇喔 看來沒有操作到 再操作 哇 現在才操作 好 後續沒有異化蟲囉 可能烏手的進攻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先暫時部隊往回收 那在這樣的情況 可能赤斗斯先爆出一批小狗之後 就有那個魚衣 就有那個荊棘跟瓦斯 可以來做 喔 後面還有喔 後面還有 想要繞 繞出來的狗被抓到了 後續這些毒暴蟲 直接龜起來做一個防守 哇 這一批弱化蟲 確實也幫赤斗斯賺到了不少一個 購足自己防守的一個時間喔 走圈 再繞回去 家裡的毒暴蟲已經很多了 兩顆毒暴蟲還來到高台這邊想要解 兩顆兩顆散這邊 去鬥斯找到一個空窗 直接蹭了進來 這個惡礦會洗得相當嚴重喔 武神被迫回防 也做了一點小細節喔 來看一下主框這邊有沒有被藏毒暴蟲喔 裝一花蟲還在不斷的做交換 往回一個拉 反野箱迅速 現在終於有點餘力 可以有點經濟 壓出這一些非常無所的螺旋塔 剩到一半的一個進度 兩邊的人口持續還在做一個拉扯喔 我們看一下接下來 七斗蛇飛盪出來會不會改變一下戰局 不過應該不會做一個太大的變動 那兩顆毒暴蟲有點賺阿 由於現在骨僧其實 Stock Francis 他的礦區的 對空防禦是已經建構起來了 所以其實 接下來Chijotos得非常 只能暫時先在外面抓到抓 那個 蠟丹的這些亡蟲喔 直接往裡面蹭 不過毒爆也被消耗掉 欸 後衝要不要爬回去 後衝爬回去 好 撿到尾刀 還不錯 也是你暫時也沒有任何對空能力 所以部隊 果斷的是往外壓 這邊右撐 再逼著古鎮做一個回訪喔 其實這幾次的六狗真的做得相當相當到位 我們看到第一次小狗出去 伊化蟲出去的這個六狗 替自己爭取到一個防禦的時間 那這一次的六狗則是替自己爭取到這個三礦開起來的一個時間喔 好 飛躺的速上續起來了 現在這邊也帶著自己的伊化蟲往裡面做一個進攻 26 其實有時候龍狗交換打到最後發覺說你要操控其實 你只要操控飛躺而已 那伊化蟲的話其實你就要簡單的把它框一框 你看你要把多少程度的一個部隊量拉去做一個騷擾就行了 你只要把一些伊化蟲拉框 然後直接點對方的框去 那伊化蟲直接讓他跑就好了 讓他只要 只要這些伊化蟲達到一個吸引對方單位的一個物地 那就行了 就可以很簡單的打出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雙線進攻 再一次萊牙 由於現在古真 古真應該只剩下這些飛躺 沒有任何地面部隊 所以他的防守 他的防守會比較麻煩一點 可能有時候一批 一批六伊化蟲 一批伊化蟲溜進來 那很有可能就會對自己造成非常巨大的一個損傷 我們看到現在 Cheetos的三框一片星星向榮 這邊則是在做一個非常交換 就快要換完了 順便再帶走一隻後蟲 現在副手必須各種忍辱偷生 尤其真的 必須要各種忍辱偷生 真的沒有辦法 由於自己也沒有太多的金錢可以去分給 太多的金塊可以分給易化蟲 不能去做一個騷擾 所以現在只能用這一批飛躺做一個防守 打出了GG 恭喜Cheetos2比0擊敗古增 取得了第六張 前進直接賽門票 好 話說ZVZ不先升仿嗎 非常交換的話 可以升啊 可以升啊 可以升 那其實剛剛Cheetos可能也認為說自己的部隊欄夠多 但也沒想到要升防 還可以接受啦 自己的部隊的數量已經超會的話 其實可以接受這個不升防的一個決定 或者是也沒有想到要升 當然ZVZ的話可以先升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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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今天的最後一個對戰組合 則是要由決賽A組的最後一名 就是Spider Husky人組選手 要對上的是決賽B組剛剛最後落敗的古真 一場人大蟲就這樣組合 那在這一場的獲勝的一方 也就是取得第七章晉級職業賽的門票了 第七章晴天 第七章晴天 感谢观看